新生代来袭 内与五大未来时尚顶流你投谁 上集我们种草了奢侈品牌单品 这集我们来安利新生代 我们这里说的顶流有部分是包含时髦分数的 无论作品还是商业价值来说 这些个都可能种草 首先不得不提王兴月 王兴月以演员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 从最近爆火的电视剧《墨语云间》里的表演来看 不凡的演技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王兴月的时尚资源也是全面开花 六个月拿下十二个代言 同时Lambin,LV,Fendi等品牌也纷纷与他合作 为什么他如此受品牌青睐 这是因为和荧幕里的成熟演艺不同 生活中的王兴月回归少年感 王兴月的形象年轻,时尚,活力 而他的粉丝群体也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能够为品牌带来可观的收益 怪不得能在时尚领域拿下多个代言 第二位周易燃,周易燃有作品 大家知道他是从当我飞奔向你出圈的 但当下00后的演员帅不是稀缺资源 结果现在周易燃靠帅脸征服时尚圈 这让周易燃成为心境的人气王 而人气也是他的商业价值抚摇之上 从去年至今也是斩获了 IPM,宝格丽,香芬, Gucci等11个代言 这无疑体现了品牌对周易燃流量数据的认可 虽然我们也觉得周易燃时髦 但是仅凭借颜值我们又能看多久呢 第三位张静怡,壮脸周易燃的张静怡 你是否傻傻分不清 如此相似难免被网友拿出来比较 但风格气质还是有所不同 张静怡更柔和亲切 被观众称为青春疼痛文学女主角 而她的实际及众多作品带来的曝光度 不仅让张静怡在大众眼中的认可度持续上升 也让她的商业价值愈加强烈 Seline和Todds,中国品牌大使,太平鸟女装品牌代言人等等 深受时尚品牌的喜欢 第四位吴磊,出道近20年的吴磊时尚资源就没差过 从懵懂的同行到国民弟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人气 不断拓展自己的粉丝量 吴磊证明了作品和人气是艺人最大的底气 截止至今吴磊手握24个代言 其中包括宝格丽品牌代言人 杰尼亚全球代言人 罗伊威国内首位品牌大使的 吴磊的商业价值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属于吴磊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无限可能 第五位刘浩存 刘浩存参演一秒钟 以某女郎的身份进入演艺圈 关于刘浩存的演技一直备受诟病观众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影响 但这不妨碍她的时尚资源 刚出道没多久 她就成为了LV和卡迪亚的品牌挚友 而且短短半个月便升级为LV品牌大使 和体面不足的发言 网友熟知的 怎么不算呢 让她成为了地情商的代名词 就在6月13号 她再度与MiuMiu携手合作官宣 拍摄成为MiuMiu的品牌大使 一上进还是高级连 这些新生代们是你心中的未来时尚顶流吗 内宇的新生代们在各自的道路奋勇前行 绽放着光彩是内宇的希望与活力 而他们的故事也鼓励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感谢嘉宾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